川普上任之后 中美两地的经济将要如何发展 美国美西银行的特邀经济学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川普当选新一届的美国总统 全面转变的政策方针究竟对中美两地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影响呢 美西银行特邀经济学家针对川普的政策方向进行了预估 分析了中美将要面临的经济局势 中国人民共和国业统越科应 可能回到美国美国丽否则 其他可能会看到很多商业商业业 大家可以看到 세亚大利亚商业来做的事 不被 surpass进来的美国 未经济可能会看到美国人公司 在美国美国建议拌 description 除此之外 安德森还表示 尽管制造业活动放缓 但是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着许多动能 因为美联储将准备6年来首次升息到零上 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优点是可靠的消费者 受益于低膨胀和就业人数增加 带动了收入的稳定增长 薪资最终会上涨 与此同时 安德森还预计 美国第四季度经济渴望增长2.5% 2016年增长为2.4% 今年就业增长可能小幅放缓 但是降幅几乎不明显 平均每月就业人数达到15到20万人 到2016年底 失业率可能降到4.6%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薄荷